這台是WF7611 然後它的噴頭 有急救過了 非常的 非常的不佳 所以呢 要更換噴頭 那我們就順便錄個更換噴頭過程的影片 給大家做參考 首先呢 當然要把套件先取下來 那這個過程呢 我們不會特別去閃避視線 因為 就當一個更換機 那盡可能的我能夠 拍清楚 盡可能拍清楚 那首先呢 我們把機器的電源 記得 更換噴頭之前 機器的電源 跟USB 都要拔掉 不要以為USB 不會有事喔 USB沒拔 也有可能造成噴頭燒掉 這一點很重要 那 好 按套件的部分把它取下來 噴頭 拍到 右邊 這邊應該會自動對焦喔 因為我這一個人 所以我用的是支架 什麼是支架 加在旁邊 那影片只做 提供紀錄過程參考 不做任何教學 所以 如果 沒有拍好的地方 請大家盡量 掃電桶 不要不要 首先呢 把這一個 拿錯 拿去 好像直接要不要剪喔 遇到這個 直接要不要剪 再拿去 脖子 要用 塗在這個 做得 更加工具 工具 工具 來 小心 哈哈 嘿嘿 这个盆头要拆一块 眼睛不好,找工具找漫天 他们这个螺丝先拆掉 拆掉,记得,把个磁铁把它,哎呦 把磁铁把它吸掉 哎呦 放底下好 好,是这样 接下来呢,两侧 两侧这边 可以看得到吗 两侧这边呢,应该是,在这个缺滑 上面定位一下 这个缺口 把这个侧面这个 取下来,这边有卡榫 这边有卡榫 这个盖子就取下来 然后 这个 绑 它两边有卡榫 就光照到我眼睛,其实也不错 这个版的两侧会有卡榫 这个版的两侧会有卡榫 好 我给它看一下 它的這個左邊這邊會有卡榫 所以壓進去就可以取上來 右邊這邊有卡榫 壓進去就可以取上來 這個背心不用管它 放旁邊就好 然後接下來 就是這邊側面會有一個 這邊會有一個板子 這個做取下來 影片拍的角度不好 真的是請欠量 再調整一下 這樣子油上了一下應該還可以 好這樣子 接下來呢 把噴頭的螺絲取下來 這個系列的WF7611 這個系列的機器的噴頭 其實嚴格來講它不算是難操 但是拆的過程記得 一定要斷電 絕對要斷電 三根螺絲拿起來之後呢 噴頭 我們就可以取出來了 取出來的時候要注意喔 它的排線是兩邊 這邊會是有排線的 右側也會有排線 它等於是兩側都有排線 我們要注意這一點 好 排線記得要把排線之點 確定電源USB都有拔掉 然後 就可以把排線 拔掉 這是左邊的 接下來 右側底下的 這樣子 打掉 這個就是一個 WF7611的 噴頭 這個噴頭其實 不便宜 不便宜 好 那 影片就提供到這裡啦 好 感謝大家